国民党直接没来 柯文哲晚到早退国庆大会 宋楚瑜贝心醒目私信陈建仁 国庆大典1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登场 前总统马英九会前宣布拒绝出席下 至于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总统参选人侯友一等援军位与会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则晚于预定时间抵达会场 最后提早离场 而清明党主席宋楚瑜身着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备心到场 相当醒目 2024大选倒数 蔡政府最后一次国庆 会前因马英九痛批偷渡台独引发插曲 国民党今一早七时串联全台 115蓝营县市长举办升旗典礼 出席的侯友宜接着再到新北市政府 参加升旗典礼 至于 政立拼联署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则是以市民身份出席台北市政府升旗典礼 柯文哲则在上午 约9时40分左右 抵达府前国庆大典现场观里 座位被安排在副总统赖清德 行政院长陈建仁后预牌 并与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比铃而坐 但两人几乎零互动 而受邀出席的宋楚瑜 则身穿中华民国声誉快乐的背心 更特别在治愈时交给陈建仁一封信 对国政四人相当关心 会后 柯文哲在官方文案推文中写道 今是双十国庆 他一早前往总统府参加大典 与各党领袖 反台侨民并肩入席 在官吕台上与其注视着象征自由 民主 博爱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飞扬 由于时值大选年 各方互动备受关注 今年主要政党领袖 接出席国庆大会 独缺国民党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